慈善組織盟約之家的卡羅斯·拉托 在特古西加爾巴貧窮車市區街道上 尋找無家可歸兒童 拉托說他們會向無家可歸兒童送上食物、交通寶座 還會提供免費教育機會 拉托是盟約之家的招募人員 該組織總部遷在美國 由天主教會資助 幫助年輕人從貧困、毒品和黑幫暴力的生活中走出來 不過拉托遇見很多兒童拒絕了他的幫助 有部份兒童必須幫忙養家糊口 例如這名有時候運送垃圾的12歲男童 這名男童說他不能去是媽媽的決定 但那些參加項目的兒童 找到容身之地和受教育的機會 傑西尼亞查韋斯參加了這個項目已經4年 查韋斯說他們受到保護 可以得到任何需要的事情 不管學校或其他情況 這個項目可以幫助他們 讓他們有更好的發展機會 除了傳統的學術課程之外 內利·加西亞表示 之前生活在街頭的兒童 還要學習如何去信任他人 加西亞說他們訓練這群兒童 如何進行團隊合作 積極參與並且尊重他人 盟約之家同時提供職業訓練 來到此前 內利·維奈加斯曾經因為企圖月景美國兩次被捕 現在她學會了理髮這種職業技能 並決定以後留在洪都拉斯發展 內利·維奈加斯說 她認識到如果天主賜福給她 就會在她自己的國家裏面 她不認為遷徒是非法的 但有時候這種經歷並不是最好 部分支持美國加強對中美洲地區援助的人說 盟約之家等一系列項目的成功運作 顯示了一條解決美國司法移民激增問題的最佳道路 為中美洲年輕人提供更多機會 使他們在本國過上更好的生活 美國之音記者柏登特古西加爾巴報導 美國之音記者柏登特古西加爾巴 是美國之音記者柏登特古西加爾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